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 这位姑娘来自 好 好 这下不要什么 不要大帅哥 不要大帅哥 那9号高副主任 不算大帅哥了是吧 不算 因为我感觉太帅的 就是不放心 大哥 大嫂 在你们眼里 高超算不算大帅哥 也不算这么帅 我儿子一把游子 我觉得儿子在我心目中 是最帅的 是吗 是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那个牌子是什么放在那 是什么意思 能够解释一下吗 是那个牌子 我爹长大 好棒 姑娘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高淑 你高婶 叔叔阿姨好 太挺好 知道这关系了吧 就是9号高副主任的爸妈 然后呢 爸妈准备的牌子放那了 所以你就奔的牌子就去了 是吗 是 看见了 看见了 我爹怕我冷 拿康风 好 来看一下这位姑娘 秋月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陈初月 今年20岁 我有个习惯 就是一笑就爱捂嘴 因为啊 我的嘴太大了 因此大家给我起来个外号 叫大嘴 我这个五官呢 还有一处很特别 就是我这对小眼睛 单眼皮的 说也奇怪 我爸妈还有弟弟 都是双眼皮 就唯独我是单眼皮 但我对我这单眼皮 非常满意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特点 跟大家介绍完我的脸蛋 再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工作 我现在是一个双语幼儿园的老师 咱们台上之前来过的语幼师 是这样的 可是我一跳就送过来 你哭着对我说 同伴里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之前还来过一位幼师 他的偶像是 PF Voice 我就不喜欢那种小鲜肉 看不惯 我喜欢那种成熟 有质感的男人 我的偶像就是 宋小峰和宋小宝 他们不只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找的像的标准 幽默而又对感情专一 我不上班的时候呢 最喜欢的是去联合书厂看书 我最喜欢看 女人如何有气质 这种类型的书 因为我长得吧 就没啥气质 也不好看 所以我想经常看看这种书 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 但截止到目前 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 说话还是提了吐的 走道还是栽冷的 这可咋的呢 所以我今天来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场上16位男嘉宾 你们有没有什么招 可以让我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呢 可不可以先打传授一下呢 7号黄阳 我看你这个喜欢宋小峰啊 比较喜欢 因为感觉他对宋青莲的感情比较专一 再一个就是挺成熟稳重的 但是我跟你学一段宋小峰 你看行不行 幸福的 幸福其实很简单 幸福不是开好车 住别墅 幸福是哭的时候有人疼 累的时候有人扣 你咋不笑呢 他问你咋不笑 不是 他学的也不笑 再一个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好 好 我说这句话可能伤心的 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 比较实在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我就是有啥说啥 可能就是都有得罪你 要不要我说话了 我没有我心里去 我还是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说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好 你不喜欢 那你得让他说两次 要不憋坏了 那你说吧 还是 看样子姐的面子 还是说吧 一号伯爵 美女 你好 你看一下那个 我先不问你相不相同我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有着像九号一样 还有魁谷的身材 我有着像宋小宝 这个宋小峰 还有文崇一样的气质 然后我还是一个歌舞全才 能文能舞的一个人 然后我还是单眼皮 你看我怎么样 怎么样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你 可是我这铺垫 你这铺垫这么好 你这铺垫 因为我这人就是说话特别直 从来说不考虑后果 因为这个吧 我也得罪不少人 但是我从来不像别人 是那么虚伪 但是我说的话吧 也没指谁 就是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也没必要说 我挺汉行 我不但说的话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慢点不着急我也不走 就是 你这长得好像我要走 这都我听不着了似的 没事我才二十多岁 你这几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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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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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